和桃園隊的總教練 洪一忠總教練 中場保護洪一忠總教練 例行賽的時候沒有遇過潘輝倫 是不是今天打線 對他的球路比較陌生的這種感覺 還是總教練有什麼樣的一個看法 事實上潘輝倫 雖然說我們今年 一直以來都沒有碰過他 他因為手傷的關係都沒有出賽 不過以往打他的球還是蠻多的 那今天看起來他投球的那一種方式 也沒有什麼改變 只是說潘輝倫本來就是一個好的投手 那今天控球也蠻準的 所以你說要打得很順暢的話 幾乎是還是有點難度 那今天我們兩分都不是靠連續安打 只是靠的是兩支拳內打 那我希望說球員能夠讓他的投球數增加 那只要他投球數增加的話 威力可能就會低減下來 那我們就會有機會 謝謝總教練 謝謝 好的 那我們也聽完了 洪英宗